习惯在身上抹张脑油 最近突然莫名水肿 是大范围的涂抹 就是全身整个都是用 照他这样讲 就是像布这样子整个涂抹 吸收进去之后 可能诱发了一些身体的免疫反应 除了严重水肿 医师发现老农夫曾经急性肾衰竭 合并肺炎 住院快一个月 那个时候还找不出原因 后来查出两次都是因为涂抹张脑油 引发的过敏反应 张脑油的主要用途是驱虫 通常喷洒在居家角落 市面上许多外用的药物成分 也含有张脑 能够清凉止痒 民众若是务实高浓度的张脑油 容易引发中毒症状 长期涂抹经皮肤吸收 也会产生蛋白尿伤肝肾 尽量选择是属于皮肤用药 比较属于那种环境用的 因为市售的话 有些比较大罐的部分 可能大部分是环境用药 药师建议看清楚平身的字样及用途 医师也提醒 特定对象千万不能够用 有残痘症的病史 是一定不能用 因为这会造成一个很严重的溶血 慢性肾脏病患者也要当心 张脑油用错会伤身 大海新闻国内 欧阳光辉台中报道 国人对于癌症筛检的观念是